这样做的梅菜蒸肉真的超下饭,比梅菜扣肉做法简单多了 我们家只要桌上面有这道菜,其他的菜都是摆设 首先准备大概10块钱的前腿肉,最好带点肥的 然后冷水下锅,放点料酒和生姜去腥 然后盖上锅盖之后煮个10分钟 准备一碗梅菜,然后把梅菜放碗中 再倒足够的这个温水,把梅菜提前给它泡个5分钟 把肉煮好之后,然后把它捞出来 捞出来之后给它改刀切成薄片,不要切太薄,稍微带点厚度 把肉片切好之后,直接放锅里面给它炒一下 锅里面放点油,再放一把姜蒜炒出香味 用中小火炒个1-2分钟就开始调味 放一勺老抽上色,然后再放两勺的生抽 再用锅铲给它翻炒均匀,翻炒个1-2分钟左右 炒差不多之后,然后再把泡好的梅菜干给它直接放进来 给它翻炒均匀,然后再放点食用盐给它调味 翻炒均匀之后,我们再拿一个碟子,把它装回碟子上 然后上锅隔水蒸,大概蒸半个小时左右 时间可以稍微蒸长一点,我这个是蒸了大概50分钟 江座的梅菜蒸肉真的非常的下方,喜欢的赶紧安排上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,我们下期见